有一邊是兩邊同時動的 慈濟東區二手輔居平台 志工們再次出動 把二手電動床清潔整理 巧手又賦予他新生命 再往花蓮受風箱吳先生的家 志工仔細教導使用方式 讓吳先生上下床能更方便 非常感動 他因為關節處長了痛風時 導致手腳變形都沒辦法走路 平日都靠居服員的照料 原本家中只有一張床 一家四口就擠在上面睡覺 把他原本有的那個木板 就是奴階小孩子睡上面在家彈簧床 一方面就是改善暗主自己本身的 落床環境 然後一方面也改善小孩子的居住環境 寒冬送暖讓吳先生一家 可以有更舒適的生活空間 他也更有機會能夠好好改善身體的健康 大愛新聞 珍珊美之工張陽川 花蓮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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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